大家好,我是Kerry,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很久不見了 我們剛剛過了一個聖誕節,風雨交加 終於溫哥華這邊的風雪完結了 美國那邊還在持續 今天我在這裡拍片是27號 昨天的訪星日就一時八點 我和媽媽去逛街了 我們走到一兩點的時候,已經到處都塞車了 今天27號正式開工 其實這條片出現的時候已經是2023年了 所以祝大家2023年,1月1日新年快樂 我們今次會去看的又是一個大型項目 位置其實也在Brandwood 之前和大家在哪條樓盤分析片裡 都和大家分享過Brandwood這個區有很多大層 可以做Master Plan建很多屋苑 我們今天看的這個就是Anthome Local大型發展商建的一個五棟樓的Master Plan 第一期總共會有兩棟樓建出來的 就是著燈的兩棟 它的地位是Brandwood的哪裏呢 現在和大家看看的 可以過來看看這個地圖 我現在其實已經在售樓處 發展商的售樓處都準備好 可以約進來看了 Brandwood的話和大家也看了很多片 分析過很多地位 車站Brandwood Sky Train Station在這裡 Anthome South Yard這個項目就是下面這裏 Dawson和Willington 這條世界是Alpha裡面的一個大的樓盤 會建五棟樓的 第一期的兩棟就是東和西 East Tower和West Tower兩座 其他如果走上去Sky Train站 去Amazing Brandwood那裏購物 都是五至十分鐘的工作距離就到了 我們就去看看它會怎樣建造出來 剛剛和大家很快地看了整個Plan的一個模特兒 它們是分不同的期數落成的 第一期我們說的是後面發光這兩棟 方向或者地位的話先和大家說一說 我的前方這裡一直是向北的 大馬路在這條Willington 一路微微向上斜 到前面就是Sky Train站 Amazing Brandwood那邊 將來這幾個項目 全都建好五座樓 第一期是這兩座 之後二、三、四期就是後面的High Rise Building 它們的中間會有一個一公園 這個會跟著第二期落成的 它們會有自己一條新建好的Juno Street 會綠化好 然後大家也會看到其他矮的建築 就是一些Rental 或者是其他用途的一個建築 好了 我們現在大概了解了整個項目的發展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重點看一看 即將開賣的第一期 就是East Tower 即是東座、矮一點的座 它總共留高三十六層 它也是每一層盛在座 比我們以往看到多些單位 不知道是不是平面大一點的原因 我們去單位之前 先看看整個表定是怎樣起的 整個Brandwood 其實這邊的Lock都是斜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建築模式 都是微微向上斜的 去到這個位置就會高過之後向南的建築 當然一路向北又會繼續高上去 我們即將開賣的就是這座East Tower 剛剛說了三十六層高 它的正前方 下面有一個公園 這個是跟下一期建築的 然後它前面的東南座 也會有一個另外的建築 但是是旁邊的 基本上向南的話就會很開放 因為向南望到前面 就會還有一個建築 叫做Taylor 現在正在建築 但是因為有一個sloop的關係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對向南的方向有興趣 買到24、25樓以上的建築都會很開放 整個建築的話 它的底層即是Ground floor 一樓就是一些Parking Lot的入車位 然後面向著後面多神街 就會有一些雙鋪 基本上一樓都會是雙鋪 然後二樓的高樓底 其實就會是office space 然後到三樓 就會有些住客會所 還有露天的空間 打打乒乓球 散步 另外因為這兩座是同期落成的 所以會所亦分在兩座這邊 這裡大家會看到有些party room 還有些lounge 然後如果還要去做健身的朋友 也可以走這條sky bridge 到旁邊座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健身房 有很多鏡子 有很多跑步機 還有其他健身器材 然後到旁邊這些 又會是一些 可能是office building 下面又是retail building 然後大家看到這兩個giraffe 長頸屋 就是gip public art 到時候應該會是 然後再看前面 剛剛忘記了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這一邊去willington 就會有一個low rise affordable rental 這兩座的底層那幾層樓 譬如我們現在知道 East Tower 其實是住宅賣出去的 會由六樓開始賣 因為三樓 剛才說是會所 三四五這三層 都會有出租項目 到六樓以上就會是住宅項目 這次的floor plan 也有一點複雜 我盡量簡單和大家說 希望大家可以容易理解 我們現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建築的floor plate 即每一層樓是怎樣的 現在這個大層樓是30樓 因為6至30樓是同一個floor plate 三部電梯 然後一梯是12個單位 大家看到這些橙色的 淺黃色的 全都是一房單位 另外這些藍色的 全都是兩房單位 所以它基本上 6至30樓就是沒有三房 就是一房和兩房 兩房單位 都有分了不同的型號 小一點的兩房 709呎 在北邊兩個角落 有個大一點的752呎 都是兩房 然後如果大家要租釘的話 就有這個向東的D1 兩房加釘 如果想有一個可能性 做一個客房的話 Junior Free就在E2 和下面 所謂Junior Free的意思 就是它有一間房 只放到一個單人床 有衣櫃或者沒有窗 或者沒有衣櫃 就是一個這樣的空間 它就叫Junior Free 有兩個 這些是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的價錢 差不多由八十萬 頭八十萬 中起 如果去到兩房加釘 Junior Free 就有九十多萬 接近一百萬 然後一房單位 我們看看橙色的一房單位 最淺色這兩隻 其實就是450呎 唯一一個沒有車位的單位 它叫Junior One 因為它好像一個大的室廳 房間是用Glass door 沒有窗 客廳這邊就有窗 門口直入 這四百五十呎 就是沒有車位的 其他所有的單位 都會有一個EV Parking 包在Purchase Price裡面 另外 再有一個小的四百零四呎 但是就是有一個正式一房單位 因為是有門 有窗 有衣櫃 還有兩隻向南的 就是做C正少少 512呎的一房單位 這個向南位 剛剛說了 因為向南二十四樓以上的景觀 比較好 所以從三十樓開始 三十一樓 這個便會混合成三房單位 唯一整個建築 只有六個三房單位 就是這個位置 真三房單位 就是這個向北的四百多呎 如果大家當作投資或上車盤 想買這個單位 又不太清楚 可以跟我約 我們可以直接上來看看 尺寸是怎樣 另外有一個兩房單位 還有一個Junior 3的單位 亦都分別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顏色 暗和亮色 希望可以給大家的參考 知道兩房單位的組成是怎樣 我們先看大一點的單位 這個是向北的Junior 3的單位 室內面積大約是835呎 左右有一個Belcony Space 206呎 它是位於整個建築的東南方 一層只有一個單位 然後我們門口進去 會有些走廊位 接著客飯廳 有兩間房間分開 我們現在就門口進來 單位裏面 大家看到很多裝潢 也和大家分享過 很多都是Display Item 包括這些都是沒有的 門口進來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Laundry 它現在用的是Electrolux 這個牌子的乾衣機和洗衣機 然後旁邊這個 就是Junior 3第三間房間 現在它沒有放到Glass Door 將來會有的 它現在是Display得好些 這些全部都是Display Item 這個位置足夠大家放一個單人床 這個Junior 3的Suite 就是沒有衣櫃 這裡就是門口進來的Clonset 到時也會有門 這些全部Display Item 到時膠樓標準就會是一個很標準的Rack 門口進來 這隻是Dark Talis Scheme 大家可以留意地板是深一點的灰 然後廚房也是灰色為主 這隻的材料是Quartz 不過它是用了Marble Style 看起來像石面一樣的感覺 然後它的Counter Space Back Splash 還有這裡都是Quartz 包括Island Space 它的電器組合就是Fulgar Milano 有雪櫃 這個雪櫃是30吋 下面有冰櫃 然後旁邊這些 全部上面都是儲物空間 包括雪櫃頂也是 爐頭的話都是30吋 Fulgar Milano 上面開小小櫃桶給大家看 七號煙機上面都有造櫃 這些都是空間 然後下面是微波爐和焗爐 一樣都是Fulgar Milano 然後這裡做了兩大格的櫃桶 方便大家放大型的煲櫃 這邊也是 下面微波爐也有個櫃桶 然後Island上面 這個我覺得不錯 比較特色 看到很大的Chef sink 這個好像其他櫃桶 不太大 大家洗煲洗鍋 比較方便 下面都是一些空間 也有做到垃圾桶 方便大家放垃圾 然後旁邊就是洗碗碟機 都是Fulgar Milano 然後這個Junior 3單位的特色 我覺得值得一讚 或者是我們少在其他櫃桶 看到的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空間 大家會看到它的客廳是打橫 然後由這裡開始 全部都是窗 還有Glass Door 所以這個 這個是向東南 所以南邊有景觀 如果20多樓開始 東邊就希望將來都會繼續有 但未來什麼時候有發展就不知道了 所以它的景觀都很開放 然後會有一個差不多200多尺的露台 旁邊是窄的 中間出來就會比較寬 讓大家在中間出來 可能放多一些沙發 或者桌子或者燒烤爐 這個不錯 剛才看Fulgar Pan也沒有留意到 它是這樣打橫 和多一些窗 會比較光慢 變成客廳兩邊窗 我們去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它就很標準 我們看過很多主人房 都是這樣的 有兩邊窗 這次的窗 大家看到它的標準 都是分了一格格 其中一個是可以開的 然後衣櫃也是雙門 記住所有衣櫃裡面 現在這些全部都是顯示 這個主人房的話 就這邊洗手間 暗色色圈 所以整個洗手間 它用的圖片都會灰灰的色 其實上面這些長身的圖片 它是光面的 很光滑的 我看到自己反光的影 地下的圖片是雅面的 Style很一致 都是差不多顏色 但地下是雅面 沒有那麼容易線身 然後這裡有Medicine Cabinet 之後有一個Sink 然後下面是兩格櫃桶 基本上洗手間都是大同小二 無框玻璃門 然後下面是纖維底座 然後又做到一個Niche 可以大家放洗流水 互發掃 這也是一個優點 上面有個Ring Hat 這邊還有個可以調校高度的Shower 好 主人房裡面是用了Shower 另一個洗手間應該就是Bath Tub 跟大家去看看 它這個織的房間是分開的 所以主人房是屬於這個角度 另外第二層是這裡 尺寸也是不錯 現在製造成嬰兒房 這邊有雙門衣櫃 但衣櫃比較小 比起剛才主人房 這邊有窗 也是三片大玻璃 格子玻璃 然後洗手間在哪裡 剛才進來的時候錯過了 這就是第二層 這個我看到的特色是長的桌面 可以用大一個主人房 可以放了比較多東西 整個櫃桶都是一大格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沒有Badenson Cabinet 就是一塊鏡子 這些的長子也是顯示 到時沒有的 到時就是這個位置是Tiles 下面就是浴缸 上面一個Ring Hat 然後這個通 應該都有給你的 好 然後我們就看完了這個Junior 3 現在跟大家看看 再細一點就是兩房單位 這個就是基本上這個建築 最小的兩房單位 北邊0509那兩個角落 是對著Dawson Street 709呎室內面積 露台100呎左右 還有一條走廊 門口進來 等一下 走廊比我想像中短 這個感覺好像很長 因為這個Display有少少不同 和實際 大家看到這個圖片就知道 我們Display Street就是這裡進去 所以是沒有了一個部分 將來實際膠樓的時候 門口位就是這個位置進來 直接會經過 好像我這邊進來 再走這條走廊 現在進門口這邊就是Laundry Space 到時會有推門 這些櫃都是Display Item 很簡單 我們現在看的兩房單位 它用了Light Color Scheme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地板 會再淺目色一點 然後它配的Quartz 和廚櫃都是灰色 但更加像水泥灰 Lighter Gray 電器標準 和剛才Junior 3也是一樣的 30吋雪櫃、冰櫃、30吋爐頭 下面是焗爐、微波爐 在我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它一樣 都是這些Marble Style的Quartz 就是石紋 有些不同的Light color之後 這邊剛才不知道 有沒有跟大家說到 是有Waterfall的 這邊一邊下去 都會比較美觀 這裡是Island 可以坐到幾個人 中間這一組都是Display 到時就是一個Vacant Space 大家可以去放一個餐桌 這一個Vacant Space 就是長條形直入 所以大家看到 看出去和剛才的感覺很不同 剛才在一個Cornor Unit 有大玻璃 但這個看出去都可以 這是甚麼方向 我向北 所以應該是看Brandwood Skytrain的方向 然後看看它是兩間房 兩邊疊著 所以這邊是細房 這個房間會跟大家說 這個燈頭會比較小 比起剛才Junior 3的2nd bedroom 這間明顯會比較小 而且這裡突出了一個主體場 所以這間房間 大家可能放在床上會結具一點 這個衣櫃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主人房 這個房間就是主人房 這邊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衣櫃在後面 然後來到這邊就是洗手間 Masture Bathroom 其實這個Light Colour Scheme也挺舒服的 這個Tiles和地磚 跟剛才那邊有不同的Style 和淺色一點 長身是光面的 地下是雅面的 然後這些櫃也會是淺木色 台面淺灰色 一樣有Medicine Cabinet 然後這邊就是Shower Stow 到剛才一樣 我們看了兩個Show Room 希望剛剛的… 對了 這個是2nd bedroom 這個是主人房 然後主人房對面 這裡就會是2nd bathroom 都是顏色上的分別 整個 bathroom的設定 基本上跟剛才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不是Junior 3 洗手間空間比較小 所以是一個普通的小桌面 好 我們看看床房間 看一房 在一房嗎 拍完 好 你說Aman說 整個一個小時的影片給人看 好 我老公說整個一個小時的影片 讓大家在睡覺 我們就看一房 我們這次看的 這個就是比較小的1-bedroom 404呎的一個一房 就是完全沒有浪費位 入門口開始 已經是廚房位 一房電器的規格有點不同 因為它會看到是小一點的 其實規格是一樣的 是寸數不同 24吋的雪櫃 24吋的爐頭 焗爐 接著有微波爐 這個一房就用了 Light color skin 這個是Linear的廚房 接著這裡會有個主體牆壁 吃飯的空間就會小一點 就當作是一個吧桌 在這裡吃飯 然後 這個進去就是洗手間位 這個洗手間就是洗手間 不是洗手間 整個洗手間在這裡 跟我們剛才看的洗手間很相似 坐廁在這邊 Medicine Cabinet一樣都有 兩邊都沒有浪費空間 這邊是入門口衣� 這裏就是laundry space 它一房間是用Samsung 然後 一房間的洗手間比較小一點 來到這邊就是客廳位 一房間的洗衣機比較小一點 然後來到這裡就是客廳位 客廳位進來就會是主人房 其實都是只有一間房間 就是房間的空間 一房間的房間好像比較大一點 這邊有衣櫃 接著之後 這裡就有個類似closet space 不過它就把它製造成書房 到時應該會有門給你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做法 拆了門 就擺個書桌 基本就是這樣 這個一房單位 實際的尺寸 所以如果大家擔心四百多尺 會不會住得不舒服 可以實地過來預約看一看 看看一房單位 它也有個露台 這個門口會比較窄 但到這裡會比較寬 它的寬度足夠 可以給大家放一個二人梳化 這個一房間是有車位的 因為它是房間和廳都有窗的 所以這個一房間 如果大家很需要車位的話 可以考慮這個一房間 它其實是沒有車位 但它的價錢會比較便宜 而且它的房間是沒有窗 但它的尺寸是大一點 有四百五十尺 我們剛剛看完的一房單位 就是這兩隻 B1向北的四百零四尺 一房單位 它的開始價錢 大約大家可以預約 可能是由五十尺六十頭開始 是包了車位的價錢 在室內面積是比較小的 另一個可以考慮的 如果大家想大一點的空間 就是Junior 1 四百五十尺 這個會更便宜 現在Antham給我的價錢 可能是五十頭五十中 但這房間沒有車位 還有它的房間沒有窗 首先現在是七樓望出去的景觀 這條是多神 多神南面兩座 East Tower West Tower 向北望 正前方 這個就是Dealership的Lot 已經有了Transaction 將來有機會起樓 接著這條是Lowheat Skytrain站 Brandwood Mall 就是這裏 這是北邊的景觀 東北邊的景觀 是Grozena會起樓 發展商已經圍在這裏 然後這邊是正東 正東現在的低階樓 未知 然後這邊是Lumina 是建好的現樓 Concord Bramwood 在這裏 Concord Oasis 在這裏 中間這些矮層的 都不會太快有開發 那些都挺新的 然後這邊 東南方本身 已經有一個Future Tower 也會建在這裏 以及有幾棟 然後 南邊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工地 其實已經在建一座樓 叫做Taylor 我們只要是24-25層高 就可以走到它 就有一個景觀 這是向南方的景觀 然後慢慢回到West West這邊其實也看不到 因為West旁邊 正對面已經有一座West Tower 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兩邊的空間 周邊我們看完 整個view就是這樣 這邊是Solo 回到Willington 在這裏 回到北邊 剛剛跟大家看過整個project的計劃 然後又看了三個showroom 了解了價錢 接下來下一部anthem 它的process 會是1月的第一、二個禮拜 應該會開始 可以是client preview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約時間 我們上來看 然後第三個禮拜 即可能接近農曆新年的前或後 就會開始是一個selling process 實際到時怎樣 就希望到時可以再及時通知大家 我剛才說的這張紙 譬如有些informations 管理費5毫7 2027年的Spring Time 落成這些informations 包括所有fall plan 我都會上載上去我的網頁 carriequite.com 大家上去看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在Selfia的售樓處出來 這裡我們可以看看 實際上的樓在哪裏 它的售樓處就是做了在 基本上最後一期 就是整個project的東南面的位置 將來這棟樓就會在這個北邊 現在大家這邊是北 Amazing Brand Road那幾座 Skytrain在那裏 北面向東這邊就是剛才說的那幾棟樓 到時East Tower就會是厚一點 面對那些low ride fielding 這個是尺寸 我們現在由北邊轉去南面的方向 好大雨 南面現在建的這一座 應該是Taylor來的 所以為何說向南 要高於24、25層 景觀會更漂亮 要不就買三房一定高過了 就可以看到Metro Town了 我們現在好大雨吃飯了 好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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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可以排得這麼整齊 好餓了 好餓了 很多朋友都說分不到Model Y和Model 3 不熟悉那些 因為它真的一模一樣樣 大家可以分得到 我們那部是Y 其它是3 Y那部就明顯闊少少 還有是高一點的 就像一個大板一樣 但真的一樣樣的 昨天我們想吃這間朋友推薦的餐廳 失敗了 好餓了 因為昨天我們12時多 在Antham的showroom出來 駕車經過排很長龍 然後去Hold Food買餐 繞了一個圈回來 還是很長龍 沒有辦法再等下去 我們不想排隊 又很冷又下雨 於是今天就天好了 機仔就會過來補航拍片 天氣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天氣很漂亮 看看 對 天氣算漂亮 要拍到那裡的橙色雲 我打電話提前來 它是不需要留意的 它是你第一次來第一次去的 我們來到那一刻 看一看 我們來到幾點多鐘 都是排隊 我們去了影裝艙 再回來這裡 還在排隊 那時幾點 兩點半 兩點半 沒有人吃午餐 還在排隊 於是我們又去了Amazing Railroad 走了一陣子 去了Canadian Thai 去Costco 買了一些肉 然後回來 現在3點53分 終於不用排隊了 我爹地刺了很多桌子 還有人吃 還有人 對 所以大家如果想試這間店 又不想排隊的話 就在這時間過來吃一個 全日餐廳 這間餐廳 朋友推薦 然後看見那麼多人排隊 我對它期望都很高 希望大家來好好吃 進來的餐廳也挺特別的 它好像漫畫一樣 剛才都消化了一段時間 才能消化到的 這些應該都是它的標誌 尤其是上面這個 Soda Special 好像一個Plate 給你選擇肉 剛剛它好像說可以選牛肉 豬肉和蝦 我忘記了 不是雞肉嗎 我忘記了 我們選了Beef 然後有其他東西 因為這個已經是二人份量 所以我們今天就試不到其他東西 還要叫Diddy Money來 希望下次有機會 我們就趁這些下午茶時間 可以試其他東西 我到了 我到了 它到了 我們可以看看 它剛剛上了整個Plate 它說這邊的肉已經準備好了 這裡因為要時間溶 它叫我們再等多一陣 等多一個多 這是芝士 還有Corn 是嗎 我等多一陣就吃 這樣 然後有些芝士 這個 這個 這個要多一陣 因為它要燙 暖起來 這裡就已經可以吃了 這個Plate 可能很熱的 是啊 所以它剛才下面就墊了一張膠煎 我來試一下 我們一分鐘已經過去了 它已經開始融了 剛剛過來很乾的 現在開始 在滾了 已經開始在滾了 你們看到嗎 剛才這裡全部乾 現在開始 全部是芝士 不知道 應該不同的 你先不要拌 你都試不到這個味道 它分開了 就是一開始 第一次試的時候 可以各種味道試完 才再拌 我們來試一下牛 我先試一下 OK 這次就是餓了 4.5分鐘 醃了 我的菜 哇 融光了 這樣是屁屁的 對啊 這個洞 有點冷 像太厲害了 芝士 很多芝士 如果太厲害 就不好吃 這是年糕 對啊 嗯 嘗試做些芝士迴飯 開始有點黏底了 動一下 哇 嗯,很棒,芝士飯 我覺得挺好,挺有趣 不過有點吃不切,好像有點燶 像冰的感覺 肉其實是可以吃的 肉不應該放進去 可以放些飯進去 炒飯 對了,爐可以熟小一點 有爐的嗎? 對,下面有爐 不知道 可能會用一些溫度 這個是爐嗎? 對 你試一下 遙控的,這裡是無線的 是不是真的?你試一下 不用試了,我按了兩下 不然現在馬上吃了 我沒有加到這麼厲害了 我剛剛已經加了一下 都焦了 那它的電源是哪裡來的? 這麼神奇 下面有電磁爐 是啊 這是牛肉 有些蔥 菜之類的 這個不像什麼 蛋卷 蛋 然後有些年糕 在這兩邊 這個開始一坨芝士 這個就是Corn Cheese 然後芝士開始融 就開始攪拌飯 一起吃了 現在我一坨就這樣吃了 挺好吃的 很久沒吃過芝士飯 好 明謝網友Travar推薦 不然也不會想到來這間店試 不,我們不會排隊吃東西 是啊 經常都排隊,怎麼會試呢 我喜歡吃年糕 黃瓜年糕 不太多 是啊 GO 看你在吃什麼 其實真的可以炒一下 炒一下飯再香一點 好,我再開大一點 那去海角呢 有個 好大一點 炒一下 再香一點 因為芝士再加鹽 加上飯 就很香 好像來了 有些 有些粟米 但其實它只有一個 發熱條 另外一個就發熱 嗯 我們呢 雖然我們兩個都很餓 但是都吃不完 對呀 最後都剩下一個盒子 大概三分一左右 份量的鹹 這一包的東西 其實熱量都挺高的 有很多的芝士 粟米 飯組成的 所以減肥的朋友 未必很適合自己走著 這樣 KK仔就說這個很適合他 做運動的 什麼 對呀 好 OK 嘩 弄了它 很久沒見了 你說 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見了 就是East East 就是這邊 West就是這邊 兩個Tower 它像我的位置 北邊都亮了 East Tower現在買 下一期就是West Tower 我們這個樓層屬於北邊 East Tower West Tower 我們說是這裡的景觀 我們是整個Antham South Yard 你怎麼經常走出來 你很煩 整個熊人走出來遮住景 你這樣說就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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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